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哇 好久没来这了 哇 好像就没有来过这吧 我们来过啊 那时候第一天来找房子 老板 我要一杯咖啡 老板 我要一百杯咖啡 王一提 咖啡是吧 没事 没事没事 我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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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吃点这个 吃点这个 给我坐着 谢谢 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边我们来讨论一下 明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先不要讲说我们要做什么菜 我们先定一个大方向 甜食 青食 还是 我就肯定要做 榨物 中式一点 我个人觉得这个分量一定要是小的那种 因为我们要快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在户外 我以前有开过这种类似于这种摆摊 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东西不能卖得多 一定不能多 嗯 样一定要少 最多就真的是一人集中在一道菜上面 然后就不要变了 然后最好这道菜不要大家不要冲突的 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锅 你就不要用这个锅 就大家就只用这个锅 然后你也不用刷锅啊 也不用洗锅 你就可以直接直接用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每个人就做一道菜 因为在户外的人会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讨论出来 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准备到 然后我们所有需要用到自己需要用到 对 我们也不要说我们一个人可以要有一道菜 但我们可以互相合作 嗯 然后去供出一道完美的菜 像以前我在夜市的时候 我要嘛做冰淇淋 我要嘛就做忧郁 然后我要嘛就卖东西 但我绝对不会重复的去做很多东西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要筋要快 嗯 对 这世界很酷